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进制转换 咱们一般在做编程 坏的坏的说 比如咱们一般在学习过程中用到最多是什么 十进制 对不对 不过在这个编程语言中 十进制仅仅是进制当中的一种 它其实还有好多其他进制 比如说 今天咱们要学习到了 看一下知识点 二进制 八进制 十六进制 这都是咱们经常听说过 但是用的不多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首先说 该如何定义二进制呢 大家请看 加一个0b Binary 对吧 然后定义一个10 这个10不是10 10 把它转成十进制是2 对不对 然后0O代表8进制 也是10 它多少 是8 对不对 比如说 0x 16进制 它的10是多少 16 对吧 一会咱们会看到实际运行的结果 再比如说 在咱们ES6中该如何去判断呢 比如说 0b11 它其实就是实际制中的3 对吧 所以说我问 你是不是等于3呢 大家注意看 我三个等号 是用什么 不光只等于 连类型都等于 所以说咱们加三个等号 它等于不等于3 3是实际制 对不对 什么都不加就实际制 是出 说明什么呢 它等于3 不光只等于 而且类型也等于 咱们一定要记住 它是纯数值 对吧 好 接下来 0u10是多少 是8 那么它是不是3个等于8 是处啊 然后呢 0x10 它是不是3等于16呢 没问题 数值行 然后值也一样 类型也一样 所以说呢 这是处 一会咱们会看到结果 接下来 有朋友说 我呢 是一个实际制的数 我先把它转换成 刚才的这些二进制行不行 完全没问题啊 咱们看啊 咱们看啊 咱有一个number 叫做10进制 是多少 是10 那么好 我number2strain 然后里面传个8 也就是说 把它转成8进制 咱们一会看到是多少啊 是多少 13 对吧 接下来 把它转成二进制 number 然后2strain 里面传一个进制 二进制 一会儿就能看到是多少啊 这我就算不来了 1110 是吧 然后接下来 number2strain 把它转换成16进制 是多少 A嘛 这我更知道了 接下来 number2strain等于5 数换5是什么 5进制嘛 对 它可以做任何进制 它也能是5进制 5进制是多少 20嘛 对吧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看效果啊 居然还出5进制了 test.js 好 咱们试试啊 首先说 咱们先打印出来各个进制 都是10啊 看咱们出来不同的内容啊 我开一个控制台 然后直接node congertest 回车 2 8 16 没问题吧 0d10是2 0o10是8 0s10是16 没问题吧 从而得正啊 接下来让这哥仨做一个三等于 是不是等于3 8 16 试一下啊 这注意啊 这不是11 这不是10 这10后面就是2啊 好 咱们试试啊 应该出来撒处才对啊 go 没问题吧 三个处对吧 这个地方 所以说 0b11就等于10进制的3 0o10就等于10进制的8 0x10就等于10进制的16 证明了吧 没问题啊 好 接下来 接下来让10进制转换为各种进制 咱先来前三个啊 这个5我先不运行 咱们最后啊 重头戏最后看啊 好 考过来啊 10 分别转换为 我把这20进制放 放第一行算了吗 分别转换为2816 这看着多好啊 对吧 好 试一下啊 go 大家请看 101012a 没问题吧 成功转换 接下来 我说5 它能不能转换成5进制呢 能不能出来传说中的20呢 试一下啊 我专门空一行啊 好 看能不能转换啊 试一下啊 go 呦 大家请看 5进制也是可以的 不光5 几进制都行 6进制行不行 也是目有问题 所以说 在编程语言中 它不知道什么几进制 它内部都是二进制 对吧 所以说呢 它给它听了这么一种函数接口 让咱们可以做任意进制转换 当然也没用 为什么 咱们用最多就十进制嘛 对吧 其他咱十六进制用多少 二进制 二进制有可能还用 因为咱们在这个特殊业务中 做未运算 可能会用到二进制啊 所以说呢 咱们作为这个技术知识 了解一下就可以啊 好 以上呢 就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进制转换 应该非常的简单啊 进来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优酷的公司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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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